李克強已連任中共國務院總理 北京時間19日 國務院新內閣也將產生 港媒指 韓正 孫春蘭 胡春華和劉鶴 將任副總理 王毅升任國務委員仍兼外交部長 美媒消息 央行行長將由副行長易綱接任 香港星島日報 19日報導 根據李克強提名 新內閣也將產生 包括國務院副總理 國務委員 各部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 央行行長 生計長 秘書長 報導稱 預料韓正 政治局常委 孫春蘭 原中央統戰部長 胡春華 原廣東省委書記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將擔任副總理 韓正擔任常務副總理 孫春蘭主管文化教育 習近平經濟智囊 劉鶴可能主管金融 報導還引述消息稱 外交部長王毅將升任國務委員並繼續兼任外長 和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一起主導外交事務 原國務委員楊潔篪不會擔任副總理 而將主導一個中共黨內新組建的外事機構 還有外界消息稱 王岐山將主導外交 直接對習近平負責 而將派背景的楊潔篪雖然升任政治局委員 但加在強勢王岐山和手握持權的王毅之間 可能有被邊緣化的傾向 星島日報報導還說 國務委員人選 還將包括魏鳳和 中央軍委委員 將監國防部長 公安部長趙克志 孝杰 現任財政部長 國務院副秘書長 廖任國務院秘書長 王永宇廖連任 此外 央行行長周小川鐵定退休 此前有消息稱 劉赫慧兼任央行行長 其他人選還包括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等 不過 美國《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日前分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 習近平選擇了擁有美國教育背景 並且一直推動市場改革的一綱來接掌央行 《華爾街日報》還說 周日下午 中共全國人大審議了對一綱的央行行長提名 周小川曾掌控央行15年 替江澤民把持金融後院 而央行此前是中共金融領域的決策機構 因此有關行長接替人選傳聞紛亂 也間接證明了該職位的重要性 不過 外界消息稱 劉鶴將領導團隊主導金融決策 央行行長權力將被分化 淪為劉鶴副手 如果由各路接班人馬中相對弱勢的一綱出任行長 或從側面驗證了央行將被削全的傳聞 最新消息稱 3月5日 中共前党魁江澤民的情婦 軍中歌手宋祖英身穿黑衣現身清華大學 據稱 他是到新清華學堂觀看中國民族歌劇展巡演 大型民族歌劇英雄的演出 與他一同獻身的還有曾任中國音樂學院的院長金鐵琳 而在1月中旬 海外媒體傳出了宋祖英被中紀委和中共軍方檢察機關雙重調查的消息 隨後宋被提出全國政協委員名單 被關注的是 宋祖英曾經是第9屆中共全國人大代表 第10屆、11屆、12屆全國政協委員 而且還曾被提名為中共政協秘書長 今年的兩會 他卻成了看客 外界認為 宋祖英或不單行 這極不尋常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統治部部長有權 就政協委員人選的推薦提名情況和建立名單 傳達北京高層的要求 堅持誰推薦 誰負責 所有人選的推薦提名 由高層組織和法官 對政治上 連結上有問題和社會形象不佳等人選 堅決不做安排 有分析認為 中央高層的上述規定 對江澤民的情婦宋祖英等人來說 似乎是量身打造的 似乎也是其落選政協委員的原因之一 此前有海外中文媒體消息稱 宋祖英因涉嫌於2002年、2003年和2006年違規 動用軍費和文化部經費 在西域、維也納、華盛頓舉辦個人演唱會 自1月13日起 被中共中紀委、軍紀委調查 消息還透露 多次為宋祖英操盤演唱會的曾慶紅包帝曾慶懷 以及被指為宋祖英專用作曲家的徐佩東均被中紀委約談 此次被提出政協委員名單 再加上他被調查的傳聞 顯得極不尋常 現年52歲的宋祖英 曾在大陸娛樂圈呼風唤雨 接近張揚 而江澤民與宋祖英的言論醜聞也舉世皆知 2012年1月 前中共總後勤部副部長古俊山落馬時 網絡上就開始流傳 古俊山在調查期間攻出了幾乎所有人 特別是攻出了江澤民的情婦宋祖英 當時 網絡也曾一度盛傳宋祖英因違規遭調查的消息 中共十八大後 江澤民集團的核心成員周永康 薄熙來等人紛紛落馬 而被戲稱為政治局常委 地下組織部長的宋祖英也被擺至台前 不斷被中共官媒名批暗訪 2014年3月 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當局調查後 港媒披露 徐焦帶了其層幾次挪用軍費 贊助宋祖英在悉尼 維也納和美國華盛頓 舉辦個人演唱會的軍事秘密 同年7月15日 在有台媒報導宋祖英遭調查的消息 報導還指 宋祖英由於2002年在悉尼 2003年在維也納 2006年在美國華府舉辦個人音樂會 違規動用軍費和文化部經費遭調查 分析人士認為 宋祖英之所以屢屢傳出遭調查 卻又平安着陸 這應該和江澤民的幕後活動分不開 因為一旦宋祖英受查傳聞作時 那就是江澤民大事不妙的一個風向標 《北京青年報》報導 3月7日上午 劉鶴出席他所屬的山西省代表團的全體會議 並參與討論 他在發言時談了此次的美國執行 劉鶴說 他剛結束的訪美過程中 與美國政府進行了坦承 建設性的交流 雙方都表示不打貿易戰 而是繼續進行進一步溝通和深入談判 促進雙邊合作 此外 中共人大的發言人張業遂也在新聞發布會上重複了劉鶴的這一說法 但兩人都沒有說明具體時間 以及哪一層級的官員將參加下一輪談判 不過香港《經濟日報》報導引述消息說 白宮一名發言人否認了中共的說辭 稱沒有舉行這類會面的計劃 該發言人表示 中美沒有救磋商以事達成一致意見 港媒披露 劉鶴此行不但沒見到川普 出行前還應美方要求 把隨行官員縮遣的四分之三 美國前商務部長透露 美方已凍結中美經濟對話機制 不再給北京討價還價的機會 據報導 劉鶴此行曾會見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欣 白宮經濟顧問扣恩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人 雙方會面的重點在於解決美中貿易摩擦 據《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透露 雙方談判過程中 美國官員提出北京取消國有企業補貼等舉措 並採取更多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對華貿易赤字 並為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三大要求 有白宮官員表示 雙方認識到了實現雙邊關係平衡性和互惠性的重要性 但談判並未找到共識 劉鶴從2月27日至3月3日訪問美國 就避免中美貿易戰與美國進行磋商 中央社報導 在劉鶴訪美期間及過後 大陸官媒對劉鶴訪問的相關報導並不多 在中國財經圈引發關注 3月6日 美國之音引述美國小布什政府商務部長古鐵雷斯的消息說 北京現在最沮喪的事情之一 是曾經作為解決美中分歧的對話機制已停擺了 今年1月 這位前商務部長曾出訪中國 他說 華盛頓告訴北京 你們知道我們要什麼 等你準備好了就告訴我們 我們再談 北京現在不知道雙邊關係要走向哪裡 下一步會怎麼樣 古鐵雷斯認為 主管經濟的劉鶴訪美 就是要看看有什麼事情可以跟美國討論 如果中美對話可以啟動 可以談談如何避免貿易戰 上述消息 似乎可以從劉鶴2月27日至3月3日的美國執行得到驗證 港媒3月7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 北京本計劃派劉鶴率40人強大的團隊赴美 但美國拒絕這一人數 北京不得不按照美方要求 把人數降到了10人 美國一家新聞網站報導 劉鶴3月1日與美方經濟官員的會晤進行的很困難 北京熱切希望重啟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但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 還有美媒透露 劉鶴提出一些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的舉措 但美方提出保障中美貿易公平互惠的更高要求 劉鶴尋求美方提供一份希望中方採取哪些具體措施的清單 劉鶴返返回北京後 中共官媒稱近期中美將遺失北京 繼續磋商 劉鶴也表示 中美雙方都表示不打貿易戰 而是繼續溝通 不過 亞洲华二街日報報導 白宮一名發言人否認了北京的聲明內容 稱中美並未就繼續磋商達成一致意見 美方沒有舉行這類會面的計劃 3月2日 劉鶴與美方談判還在繼續時 美國川普總統就發布推文稱 當我們和某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有1000億美元 並且對方還在耍小聰明的話 那就停止貿易 我們會贏得很多 這很簡單 《紐約時報》稱 川普總統和他的高級貿易顧問普遍認為 不能相信北京會以真誠的態度進行談判 他們只是為了拖延美國 以繼續實現自己的目標 川普此前已定義中共對美國經濟侵略 並將中共列為威脅國際秩序 和挑戰美國價值觀的對手 進入今年以來 美國接連出台重磅措施 限制多種中國產品的進口 展示了要對抗北京的決心 備受關注的中共憲法修正案 將於3月11日下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投票表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度對修憲案公開表態 稱完全贊同憲法修正案操案 中共央視網3月7日報導 習近平當天上午到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參加審議 在最後的重要講話中 習近平首先表示完全贊同憲法修正案操案 習近平強調 修憲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修正案操案形成過程中集中了各方面智慧 3月5日的人大開幕式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公布了中共憲法修正案操案 其中有改動的內容主要包括協助中共領導地位 增加國家監察委 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等 王晨還對憲法修正案的形成過程進行了說明 其中提及 習近平去年9月29日主持政治局會議 決定啟動修憲 成立憲法修改小組 由張德江出任組長 栗戰書 王滬寧出任副組長 去年11月向黨內外徵求修憲內容意見 12月還以適當方式徵求了黨內部分老同志的意見 王晨說 黨員幹部和群眾一致呼籲修改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包括中共十八屆集中全會和十九大會議召開期間 與會代表的呼聲也很強烈 2月26日 北京當局提前召開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 並在前一天突然公開修憲內容 外界分析 這說明修憲在黨內可能遇到阻力 需要在兩會前強力達成共識 北京當局今年1月釋放信號要整頓違規的龐大金融集團 在2月23日至3月1日這一週內 布安邦吳小輝後襯的是華信葉簡明 華信全稱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 在找門人葉簡明被查後 華信系除石油版圖驚人外 千億金融資產也被浮出水面 而且一如前立安邦 明天等集團 其整個族系的構建能量的體現 還不在於各種財富榜單的前幾大 前幾強 而是在於莫測高深的權力後台 華信背後的權力能量 目前經媒體曝光 已從後台變成前台的 只是區區幾名退休軍政要員 落馬官員 不過從宣傳口 一帶一路 香港政績等三方面來觀察 可以發現更深的端倪 在3月1日采新網披露葉簡明被查後 當天深夜 華信官方發布公告必要 眾網媒轉載標題蓋分養類 中國華信官網聲明 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運營正常及中國華信深夜回應 葉劍民被查 媒體報導不負責任沒有事實依據 而後者來源媒體顯示是新京報官網 2017年吳曉暉被查前 同樣是財新網率先放風 當時吳曉暉針對財新連篇報導 不但在安邦官網指名道姓叫板時任財新主編胡舒立 並於4月26日在安邦總部接受獨家專訪 這加讓吳曉暉高調亮相 洗白的正是新京報 通常官媒報導逆風而行 往往是上面在較量 宣傳口對華信的異常表現早已有之 如去年9月華信高調收購鵝油 媒體也是高調宣傳報導 然而鵝油是被美國制裁對象 華信卻鑽自控制 這無疑是在已經很火的中美商戰上郊遊 非官媒或一般官媒欠敏感就罢 媒享黨媒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5日 也為華信入股鵝油大作文章 民企簽手世界能源巨頭 可見宣傳系統由股力量聽華信 在民企簽手世界能源巨頭一文中提到 華信不只收購鵝油股權 還將與鵝油簽署原油勘探 生產 加工等合作協定 文章並稱 華信在一帶一路的號召下 積極拓展一帶一路能源合作 然而美制裁鵝油被指示從資金和技術兩方面去制裁 因而基本可以推測北京當局應該不會默许華信此舉擺脫自己後腿 從其他財經媒體報導可知 實際上 在一帶一路提出之前 葉簡明便已提前在沿線國家圍繞石油產業列開展投資布局 並據《新京報》2016年12月13日報導 為開展海外油器儲備及物流設施併購等 華信還與招商局共同設立一帶一路城市發展產業基金 這四層相識的新聞內容是2015年4月27日官方文件顯示 得到張高麗高度政客的關於圍繞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開發建設思路易戰建議報告 也是招商局與重慶易贊普公司聯合向張高麗提交的 據財新網報導 易贊普卷入孫政財案 在華信業簡明出事後 大陸媒體都說它十分低調 但香港媒體認為即使它涉足香港政界很高調 如華信在香港成立的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 招來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志平擔任副主席兼秘書長 葉簡明還是香港新民黨唯一的政治顧問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曾經表示 葉簡明熟悉內地政治 中歐政治 一帶一路等議題 港媒曾經報導 2014年9月張德江會見新民黨訪金團時 張德江罕見的高度評價葉劉 稱他是下屆特首熱門人選 城堡2016年12月選戰報導指稱 中聯辦鋪路爆亂港勢力 彭葉劉淑儀坐大後備 張德江在幕後攪局亂港 考慮到江澤民 曾慶紅失去薄熙來 還有孫政才 那麼可以預見劉雲山 張高麗 張德江現任也不會改變的局面是 文宣系統仍有兩面人 攪局亂港還會事實發生 世界門新聞網 mnewstv.com 副首 如果由各路接班人馬中相對弱勢的一綱出任行長 或從側面驗證了央行將被削全的傳聞 最新消息稱 3月5日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情婦 軍中歌手宋祖英身穿黑衣現身清華大學 據稱 他是到新清華學堂觀看中國民族歌劇展巡演大型民族歌劇英雄的演出 與他一同現身的還有曾任中國音樂學院的院長金鐵琳 而在1月中旬 海外媒體傳出了宋祖英被中紀委和中共軍方檢察機關雙重調查的消息 隨後宋被踢出全國政協委員名單 被關注的是 宋祖英曾經是第九屆中共全國人大代表 第十屆 十一屆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而且還曾被提名為中共政協秘書長 今年的兩會 他卻成了看客 外界認為 宋祖英或不單行 这極不尋常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統治部部長尤全 就政協委員人選的推薦提名情況和建立名單 傳達北京高層的要求 堅持誰推薦 誰負責 所有人選的推薦提名 由高層組織和楊潔篪雖然升任政治局委員 但加在強勢王岐山和手握持權的王毅之間 可能有被邊緣化的傾向 星島日報報導還說 國務委員人選 還將包括魏凤和 中央軍委委員 將兼國防部長 公安部長趙克志 孝杰 現任財政部長 國務院副秘書長 廖任國務院秘書長 王永玉廖連任 此外 央行行長周小川鐵定退休 此前有消息稱 劉赫會兼任央行行長 其他人選還包括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等 不過 美國《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日前分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 習近平選擇了擁有美國教育背景 並且一直推動市場改革的一綱來接掌央行 《華爾街日報》還說 周日下午 中共全國人大審議了對一綱的央行行長提名 周小川曾掌控央行15年 替江澤民把持金融後院 而央行此前是中共金融領域的決策機構 因此有關行長接替人選傳聞紛亂 也間接證明了該職位的重要性 不過 外界消息稱 劉赫將領導團隊主導金融決策 央行行長權力將被分化 淪為劉赫 網絡也曾一度盛傳宋祖英因違規遭調查的消息 中共十八大後 江澤民集團的核心成員周永康 薄熙來等人紛紛落馬 而被戲稱為政治局常委 地下組織部長的宋祖英也被擺制台前 不斷被中共官媒名批暗訪 2014年3月 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當局調查後 港媒披露 徐焦帶了其層幾次挪用軍費 贊助宋祖英在悉尼 維也納和美國華盛頓舉辦個人演唱會的軍事秘密 同年7月15日 在友台媒報導宋祖英遭調查的消息 報導還指 宋祖英由於2002年在悉尼 2003年在維也納 2006年在美國華府舉辦個人音樂會 違規動用軍費和文化補經費遭調查 分析人士認為 宋祖英之所以屢屢傳出遭調查 卻又憑安著陸 這應該和江澤民的幕後活動分不開 因為一旦宋祖英受查傳聞做時 那就是江澤民大事不妙的一個風向標 《北京青年報》報導 3月7日上午 劉鶴出席他所屬的山西省代表團的全體會議 並參與討論法官 對政治上 連結上有問題和社會形象不佳等人選 堅決不做安排 有分析認為 中央高層的上述規定 對江澤民的情婦宋祖英等人來說 似乎是量身打造的 似乎也是其落選政協委員的原因之一 此前有海外中文媒體消息稱 宋祖英因涉嫌於2002年、2003年和2006年違規 動用軍費和文化部經費 在西域尼、維也納、華盛頓舉辦個人演唱會 自1月13日起 被中共中紀委、軍紀委調查 消息還透露 多次為宋祖英操盤演唱會的曾慶紅包帝曾慶懷 以及被指為宋祖英專用作曲家的徐佩東 均被中紀委約談 此次被踢出政協委員名單 再加上他被調查的傳聞 顯得極不尋常 現年52歲的宋祖英 曾在大陸娛樂圈呼風唤雨 接近張揚 而江澤民與宋祖英的言論醜聞也舉世皆知 2012年1月 前中共總後勤部副部長古俊山落馬時 網絡上就開始流傳 古俊山在調查期間攻出了幾乎所有人 特別是攻出了江澤民的情婦宋祖英 當時 李克強已連任中共國務院總理 北京時間19日 國務院新内閣也將產生 港媒指 韓正 孫春蘭 胡春華和劉鶴將任副總理 王毅升任國務委員仍兼外交部長 美媒消息 央行行長將由副行長一綱接任 香港《星島日報》19日報道 根據李克強提名 新内閣也將產生 包括國務院副總理 國務委員 各部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 央行行長 沈記長 秘書長 報道稱 預料韓正 政治局常委 孫春蘭 原中央統戰部長 胡春華 原廣東省委書記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將擔任副總理 韓正擔任常務副總理 孫春蘭主管文化教育 習近平經濟智囊 劉鶴可能主管金融 報道還引述消息稱 外交部長王毅將升任國務委員 並繼續兼任外長 和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潔篪一起主導外交事務 原國務委員楊潔篪不會擔任副總理 而將主導一個中共黨內新組建的外事機構 還有外界消息稱 王岐山將主導外交 直接對習近平負責 而將派背景的